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啊 歡迎你來到這個網上的《色經》的討論會 我們這次是第二堂繼續講到 怎樣去發揮屬靈的恩賜 希望我們都會尋找神賜給我們的屬靈的恩賜發揮出來 因為這個是神賜的 神所賜的必定有目的必定有原因的 是必定對我們有幫助的 神所賜的屬靈恩賜是會提升我們的事奉 提升我們本身處理生命的能力 和幫助別人處理生命 去更有效地傳福音和建立人的靈命 是我們應該珍惜和切勿的 在《哥倫多前書》十四章一節說到 切勿屬靈的恩賜 這次我們就看《哥倫多前書》十二章八到十節 這人蒙聖靈似他智慧的言語 那人也蒙這位聖靈似他知識的言語 又有一人蒙這位聖靈似他信心 還有一人蒙這位聖靈似他醫病的恩賜 又叫一人能行義能 又叫一人能作先知 又叫一人能辨別諸靈 又叫一人能說謊言 又叫一人能翻謊言 我們看到這裏列出的淑靈恩賜 都有好幾樣是比較超自然的 就是說不是普通人能夠做得到的 有些很明顯的就是醫病的恩賜 行義能、作先知、辨別諸靈、說謊言、翻謊言 這都是不是普通一個人可以得到的恩賜 很明顯是一個神賜的恩賜 而且是有超自然的質素 雖然所有恩賜都是超自然的 譬如說叫人悔改信主靈命更新 都是超自然的能力 人才會悔改信主生命更新的 但是因為對比這些在傳統教會都接受的淑靈恩賜 就是會傳福音、建立靈命、教導、建立教會 這些的恩賜之外 聖經是有講到這些比較神蹟性的恩賜 所以我們就會說這些是比較神蹟性的超自然的恩賜 就分辨那些和那些其他雖然都是超自然的恩賜 但是就會分辨這些神蹟性的恩賜 有一個很大的爭論就是說 到底這些恩賜是不是今天仍然有 那在現在這個世代有一個教導叫做恩賜終止論 就是說恩賜已經停止了的 而他們的支持就是用哥倫多前書13章那裏的經文 那如果大家可以一起去看這個經文 我就哥倫多前書第13章 在最尾那裏就是第8節開始至13節 差不多前書13章8至13節 愛是永不止息 先知廣道之能終必歸於無有 說謊言之能終必停止 知識也終必歸於無有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 先知所講的也有限 等那完全的來到 這有限的必歸於無有了 我作孩子的時候 懷疑像孩子 心思像孩子 意念像孩子 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丟棄了 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 模糊不清 到那時候就要面對面了 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 到那時候就全知道 如同主知道我一樣 如同主知道我一樣 有些人就說到這裏 他們就認為 先知廣道之能 終必歸於無有 說謊言之能終必停止 知識也歸於無有 還有先知所講的也歸於無有 在第9節和第10節 先知所講的也有限 等那完全的來到 者有限的必歸於無有了 那他們就說 這個經文應驗 就是當新約聖經 完全啟示的時候 我們就是 這個完全的來到 就是指到新約聖經的啟示 但是我們看過經文的內容 下面那裏 它說 然後呢 等那完全的來到 這有限的必歸於無有了 第10節 第一節說 我作孩子的時候 懷語像孩子 心思像孩子 思意念像孩子 寄成了人 就把孩子的事丟棄了 12節 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 模糊不清 到那時候就要面對面了 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 到那時候就全知道 如同主知道我一樣 那這裏說到 那這裏說到呢 就說 現在呢 好像對著鏡子觀看 因為那時候的鏡子不是用玻璃的 那時候沒有玻璃 它只是用金屬做鏡 那所以看上來是不清楚的 它說現在呢 就好像對著鏡子觀看 那麼呢 就模糊不清 到那時候呢 就面對面了 我們現在知道有限度 到那時候就全知道 什麼都知道 如同主知道我一樣 那這裏呢 很清楚說到那個程度 就是什麼都知道 去到什麼程度呢 如同主知道我一樣 那主認識我們的程度呢 是極之高深的 就是 是知道了我們的心思 意念 言語行為 整個人全部都知道了 那麼他們呢 就認為呢 到新約聖經啟示完畢呢 我們就什麼都知道了 那這個 真是很有 就是 非常之 那個支持是非常之薄弱 甚至可以說是 就是違反了經文的意思 就是 去到主知道我一樣 那麼這個 其實很清楚是說到 當耶穌回來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就什麼都知道了 就好像主知道我一樣 這個 沒有可能在新約聖經 啟示完畢就會全知道 那另外呢 就是 哥倫多前書十三章 那我們知道呢 新約聖經的啟示 有 首先有福音書 然後呢 有保羅的書信 還有其他的書信 還有啟示錄 由哥倫多前書十三章 知道 就是 已經有 其實聖經裡面有一些 重要的啟示 已經 啟示了 到了 全本 新約啟示 言筆的時候 只是其中有一些 保羅書信 還沒寫 啟示錄 還沒寫 那是不是 是 剩下那些 新約聖經的 各卷 那 啟示了之後呢 我們什麼都知道呢 就是 是不是 其餘的 保羅書信 還有其餘的書信 還有啟示錄 叫我們全知道呢 這個是 非常之 就是 在一個經文 可以說 是沒有達到這個目的的 不過 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 就是說 將 人的意思 放入經文裡面的一個解釋 就 講到呢 就是說 那時候全知道呢 就是講到呢 就是新約聖經 完全啟示出來 那是一個 就是不是根據事實 事實上 我們到那時候呢 並不是好像主知道我一樣 那樣 全知道 那其實呢 蘇永哲牧師呢 他曾經有一次講到 他都說 他覺得這個 這樣的支持 是非常之薄弱 就是他覺得呢 是不足夠去支持的 那 而聖經有其他地方呢 是支持 我們 今天仍然有恩賜的 其一就是 馬可呼音十六章 那裏講到 你們往普天下去 全呼音給萬民 信而受洗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必定罪 就是講到全福音 去保天下 然後呢 信的人必有神跡隨著他們 就是奉岸明 撞鬼 以及搜岸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還有呢 主用神跡隨著 人道 那呢 證實所存的道 那這裏是講到 當福音仍然廣傳的時候呢 是會有趕鬼醫病的恩賜 但是我就想講講呢 有些人呢 他是反對 馬可呼音十六章這個部分 是在聖經之內的 因為有些古卷是沒有這段經文 但是其實呢 其實呢 早期的古卷 其實都有這段經文 並且 早期的教父 教父的意思是 Church Fathers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講到呢 在初期教會的時候 和初期教會稍後的時候呢 有些比較重要的宗教領袖 尤其他有些的教導是影響教會的 那他稱為教父 那這些教父都有 在他所寫作的東西裡面呢 有提及到馬可呼音十六章的內容的 那所以就給我們知道呢 根本就是 講到說馬可呼音十六章 並不在聖經之內 這個真的不是有支持的一件事 他們因為呢 有些譯本呢 不把這個經文放在這裏 但是他不把這個經文放在這裏呢 很特別喔 他漏空了 他漏空了一頁子 是可以放這個部分 他沒有寫到下去 那 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可能性呢 就是本來沒有的 有些人加上去 有一個可能性呢 就是本來有的 不過有些人呢 就是 他 不放上去 那哪樣的可能性比較高呢 就是 如果耶穌從來沒有應許過 我們可以有神跡歧視的 而人呢 他夠膽去寫一段經文 就說耶穌話 就說這個大使命 你門往普天呢 普天下去全方給馬民聽 然後呢 就信的人被神跡除了他們 就是 是不是有人有這樣的膽量去寫出來呢 就是 就是 有些人 他們不太相信神跡 於是他就把這一段經文呢 是拿出來 就不加進去聖經裡面 這個是第一個回應 這個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把這些研究呢 傳給大家的 不過這些主要都是英文的資料 那另外呢 就是 另外的經文呢 就是 我們這次看的 《哥倫多前書》第十二章裡 講到呢 就是講到說 有這些這樣的恩賜 而保羅呢 是沒有 加上一句話 那這些將來呢 當聖經啟示完畢就會沒有的了 保羅是沒有這麼說的 保羅講的時候 就是講到呢 這些都是屬令的恩賜 並沒有說這些會停止的 並且叫那些人 你們要切勿屬令的恩賜 那所以呢 就是 由這個保羅所講到這些的恩賜的時候呢 我們就看得到 根本是 並不是會 停止的 而是呢 會繼續有的 就是保羅所講出來的 給我們的印象呢 就是這些恩賜是會持續有的 是我們應該追求的 應該切勿屬令的恩賜 所以說到恩賜宗子論呢 就是一個 是一個教導 影響很多基督徒 以至呢他們覺得 今天已經再沒有神跡其事 就令到他們的侍奉呢 變為主要是言語上的侍奉 就是主要是言語上 就少了聖經裡面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神跡其事 因為我們看到耶穌傳道 和門徒傳道 都是有神跡其事隨著的 這個是神選擇用的方法 因為讓人知道這個神是真實的 雖然聖經是有講到 在末後人之下有假的神跡 但是有假神跡 不代表沒有真神跡 就是有假的神跡不代表 真的神跡就會取消 不代表是這樣的 因為有真的 沒有理由我因為有假 所以我以後都不做真的事 所以不能夠說有假神跡 所以神跡是沒有作用 聖經很清楚講到 神跡的作用是證實所存的道 所以希望大家都明白 就是數量因此其實是並沒有停止的 就是有些人他們覺得 就是不需要這些數量因此 所以他們停止 我現在轉一轉咪 而數量因此 超自然的數量因此其實是非常之寶貴 怎樣寶貴呢 因為聖經有講到 醫好傷心的人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還有勞苦擔重擔的人 可以得到釋放 這些都是講到是經歷神的作為 和聖年將神的愛囂灌在人的心裏面 這些都是比較超自然的經歷 是聖靈的愛啊 喜樂啊 平安啊 醫治啊 喜樂由代替悲安 這個 還有講到聖靈的果子包括人愛喜樂 就是說呢 神的工作可以強烈的臨在人身上 這個是在經歷聖靈的人當中是常有發生的 那麼這件事是非常之有幫助 第一幫助我們清理我們裡面的內心世界的問題 我們所有的煩惱啊 不好的東西啊 全部清理啦 第二呢 就是幫助我們 幫助別人可以清理他們裡面的傷害 醫治他們內心的傷害 那所以是很有幫助的 也都是能夠祝福很多的人 讓他們可以經歷到神的幫助 神的祝福 在全福音上是有幫助的 那所以呢 當 人將基督教變為只是聽道 言語的宗教的時候呢 那麼 很多人呢 就覺得 信耶穌就是去教堂聽道 那你就會覺得 啊 啊 這個神只是一些道理來的 並不看到他很真實 但是當神是說了他有神職其事 而真是人可以很神職性地得醫治的 是真是很大的幫助 並且呢 是可以領受先知性的信息 就是領受神賜給我們的信息呢 是可以回應人的需要 還有呢 講出一些將要發生的事 這些是非常之有幫助的 那麼呢 就可惜就是 很多教會是 就是他們不接受這件事 那我就鼓勵大家 對於他們都是有一種 就是一個祝福他們的心態 就不是敵對的心態 我都很想祝福他們 我都很想幫助他們 讓他們能夠經歷神更多 讓他們呢 看到神的真實性 還有呢 看到 侍奉可以更加更多人參與侍奉 因為在 沒有神職其事的教會呢 他們的侍奉 就變成了限制於 能夠教導啊 行政啊 或者做一些事務啊 做一些活動啊 那而在經歷聖靈的人的 侍奉呢 是可以包括呢 就 為人祈禱 就是很多人呢 他們經歷聖靈之後 為人祈禱呢 幫助他們 經歷安慰 醫治釋放 都是很大的幫助來的 所以呢 在聖靈的圈子呢 就是 願意侍奉的人 是多很多的 很多人呢 就 經歷聖靈之後 都願意去為人祈禱 就發覺 神真是隨著他們 去行神則其事的 那所以呢 就令到 更多人 進入侍奉 也都在聖靈的圈子呢 是更多人 願意侍奉的 就是有很多人 他們的知識 未必很高 當他們經歷聖靈之後 發覺 咦 我們都可以為人祈禱 帶著能力啊 那有些人就 就有這個心了 想侍奉了 那尤其有些人呢 已經是退休了 就是已經是很空了 那他 但是呢 他又覺得 我教導 我真的未到這個位 但是呢 為人祈禱呢 他們會覺得 比較容易一些 因為不是 要說些什麼說話 只是去讚美神 親近神 神就會做功 那 也都透過按手祈禱 人可以經歷聖靈的工作 那是更多的 所以在聖靈的圈子呢 是更多人 尤其到了 不單止是退休年齡的 不過 到了退休年齡的人呢 他已經 就是他有時間又多 他參與的時候呢 他就能夠 幫助更多人 經歷神而生命改變的 那這個是 是很可惜 就是 有些教會拒絕了這個 神的超自然的工作 那另外呢 就是 我們是 在末後的日子 在大災難的時候 我們真的很需要 這些神跡歧視的 因為在那時候呢 是不能夠買東西吃 那我們只能夠 真是 投入的討告 那個討告 不只是誤性的討告 因為有很多人呢 在傳統的教會呢 比較多誤性的討告 小心靈的愛慕神 就是他們覺得 我曾經教導一些人 他們有經歷聖靈的開始 我就說 多謝耶穌 愛耶穌感激天父 他們呢 有些人的回應給我 這樣祈禱好像百無聊賴 就是他們覺得祈禱是要 說我有些什麼問題 神你幫助 教會有什麼問題 神你幫助 那麼他們覺得 具體一些 就是他們覺得 總是要 為某些事務 來祈求 就沒有想到 就好像聖經所說的 愛慕神 渴慕神 與神同在 聖經是有講到這種 親近神的 但是有很多人 他們沒有這種祈禱的方式 也沒有這個觀念 就是神的同在可以加強 所以就變成他們那個 侍奉 就沒有 就是不能夠更大的 有聖靈的能力 那麼到了大災難的時候 我們是需要真的長時間 親近神 讓我們有 從聖靈的能力 以致我們不用吃東西 或者可以把石頭變餅 或者其他東西變餅 還有呢 是能夠神帶我們出監路 保守我們的平安 還有呢 心靈有剛強壯膽 這個都是在末後日子的時候 很需要的 聖靈的工作來的 那麼 所以 我們覺得 推行這個靈的討告 是非常之重要 那麼 還有深信神的同在 可以加強的 神的同在 會帶你更大 神的祝福和同在 和工作 那麼這個就是 在聖靈的圈子的 一個很重要的 帶來的祝福 那麼 我又感謝主 近代是多了 教會是用敬拜讚美的 多了的 不過有些敬拜讚美呢 都 都是多數是唱歌的 就是不是說 一路愛慕神啊 這個觀念 在有些人來說 都依然是 他們是很難有這個觀念的 因為他們覺得 神很遠 所以他們覺得 只是 他們會讚美神 但是 愛慕神 和從神 很密切的關係 對他們來說 都是很陌生的 不會覺得神 真的 他們會相信神 和我們一起 但是他們不會 像同一個 在我們旁邊 和我們一起的人 聊天的方式 去愛慕神 所以變成很多人 就是 在這方面 他們就 不是那麼 能夠投入去經歷聖靈 而當大災難來的時候 他們會更加 容易軟弱 所以我希望 我們能夠幫助更多人 去用心靈誠實 愛慕神 更加經歷神的同在 OK 好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想問呢 我們一起祈禱 一起愛慕神 求主的聖靈充滿我們 賜給我們信心 信的人 哪有神職 除了他們 我們相信 不單止是信耶穌 是相信神 今天能夠行神職其善 我們就全心相信 全心愛慕神 我們一起投入 站在那裡放鬆的人去祈禱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你 讚美你 感謝你 神你真美善 主耶穌你真美善 親愛的聖靈你真美善 我們多謝你 多謝你 因為你能夠大大的充滿我們 我們可以跟你有密切的關係 主求你幫助我們 放下所有的煩惱重担 專注在你的裡面 專心去愛你 感激你 耶穌我們愛你 我們感激你 我們歡喜你 我們欣賞你 我們喜歡跟你一起 耶穌我愛你 耶穌我愛你 我跪在你面前 愛你 我願望 阿们的王 Al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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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我们好爱你,好爱你 耶稣 我爱你 我跪在你面前 赞你 我敬拜 我们的王 Al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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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 耶路 主幫我們全心愛慕你 喝慕你 神為愛你的人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未曾想到的 所以我們在親近神的時候 非常重要就是愛慕神 喝慕神 欣賞神 並且整個生命獻上給神去使用 願意以行動去愛神 一方面是親近神 一方面是遵從神 另一方面就是願意去榮耀神傳揚福音 建立人的靈命關心其他基督徒 關心教會 讓神的福音能夠廣傳 並且人是全心愛神 遵從神行神的路 並且興起去侍奉神 求主幫助我們被神的靈感動 讓我們的心裡面將你放在手為 以神為樂 神就將我們心裡所求的賜給我們 以神為樂 神就叫我們成家地的高處 以神為樂 我們就和神有密切的關係 隨時得到神的幫助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求主加力量給我們 與我們同在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榮耀眾讚歸備主 多謝天父 主啊 我們僅靠祢 我們僅靠祢 依靠祢 主我僅靠祢 主我僅靠祢 我僅靠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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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穌 你真好 你真美善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我們全心跟從祢 是最美好的 我們全心愛祢 是最美好的 求主的聖靈 大大囂灌在我們身上 充滿我們的心靈 更新我們的生命 提升我們的生命 主啊 我們需要聖靈 充滿我們 需要聖靈更新我們 需要跟你有密切的關係 主幫助我們 能夠的心 緊貼著你 時時拔著你 依靠你 享受你 欣賞你 喜歡你 神你就更大與我們同在 多謝天父 求主使用我們的生命 求主充滿我們 使用我們的生命 叫神即其事 隨著我們 叫我們帶著神的能力 去祝福別人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耶穌 哈利路亞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主啊 賜給我們平安喜樂 多謝耶穌 賜給我們聖靈的充滿 懇求聖靈充滿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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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Á能夠聖靈充滿我心 恨求四年释放我 恨求四年拥抱我心 恨求四年改变我 主耶稣多谢你 多谢你多谢你 求你的喜乐充满我们的心 我有这喜乐 主耶稣致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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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世界所致 被世界所能夺 哈利路亚 我有这喜乐 主耶稣致给我 我又借喜乐 主耶稣自给我 我又借喜乐 主耶稣自给我 给世界所持 给世界所能夺 哈利路亚 我又借能力 主耶稣自给我 我又借能力 主耶稣自给我 我又借能力 主耶稣自给我 给世界所持 给世界所能夺 哈利路亚 我又借喜乐 哈哈 主耶稣自给我 我又借喜乐 哈哈 主耶稣自给我 我又借喜乐 哈哈 主耶稣自给我 比世界所持 比世界所能夺 哈利路亚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主帮助我们 全心爱你 全心依靠你 走完这个路 时时亲近你 时时被圣灵充满 时时和神 有亲密的关系 与神同行 时时走在神的路上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荣耀众赞归比天父 神你真美好 神你真美好 哈利路亚 有神万事足 有神 神你就赐给我们 一切为我们预备的 神为爱他的人 预备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想到的东西 所有需要的恩典 神都会赐给我们 叫我们能够行出 神的完美计划 求你帮助我们 渴望神的完美计划 因为神的完美计划 是能够祝福自己 祝福别人 能够自己得福 得到神的喜悦 也都能够帮助更多人 更重来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帮助我们走在神你的路上 全心遵从你 全心侍奉你 给神大大的提升 我们每一个都可以 被神大大的提升 当我们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心意更新而变化 就能够叫我们 察验神的善良 顺存可喜悦的旨言 并且进入这个计划 越来越接近神的完美计划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耶稣 哈利路亚 多谢天父 感谢耶稣 祈祷奉主耶稣圣明 阿们 多谢天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